幼犬皮肤浓包案例 2019年8月29日 家中幼犬因服用满月蛆虫药、长虫青及青梅素后 出现口吐白沫、狂叫、全身抽搐等症状 第二天小狗躺着已无力抽搐 叫不出来也无法吃奶、呼吸微弱 父亲说小狗就不活了 但是我不放弃决定用原始点和它一起对抗病魔 我每隔一到两个小时用针管将红参水加奶粉慢慢往嘴里打 再用暖贴贴在脊椎上并放在铺了厚衣服的纸箱里 隔天上午将红参水加奶粉滴在手心上 小狗已经会慢慢地舔了 到了半晚小狗已经会站并且能摇摇晃晃地走 9月1日发现小狗身上有很多如黄豆大的农包 最大的比蚕豆大 用针将农包挑破 将农液按出后涂抹姜粉 用指腹在脊椎上慢慢按推后贴上暖贴温敷 开始为红参水加奶粉泡馒头 持续用原始点按推暖贴温敷 经过几周调理 小狗体力明显好转 食欲大增 8天后背上的农包已经结痂 肚子下面有几个不明显的小农结 28日背上的两大块结痂已经完全脱落 11月5日 小狗身上所有农包已经结痂 全部长满心毛 看不出任何的疤痕 完全恢复健康 感恩张医师 感恩原始点 前后比对 调理前 69天后